好 被各國遊客視為度假天堂的泰國呢 台灣的民眾也非常愛去 但是您知道嗎 當地有不少的規定 一個不小心就很有可能會出法了 像是很多遊客前往泰國當地旅遊 都會體驗傳統服飾 但如果你穿的是泰國的學生制服 那就要注意了 最近呢 中國的遊客就因此 被泰國的當局給盯上 因為泰國校園店 我們來看到初戀那件小事 在中國走紅 所以近來不少的中國遊客到泰國玩 都指定要來當學生 穿上當地的制服拍照 就像是這張照片一樣 但是根據泰國的法規 穿制服假帽學生是可以開罰的喔 罰金是1000泰銖 大約是新台幣 多少錢呢 我們來看到是新台幣的878元 而且官方也表示 如果你是穿著印有學校名字 第一個字母的制服 並且做出了不當的行為 學校呢 他也有權來進行提告 目前泰國的外交部以及旅遊 和體育部門都非常的關注這個制服風潮 已經展開相關的討論了 就是要避免在當地引發不良效應 而同樣被視為不良行為的 還有褻毒王室 這個在泰國呢 很可能會被判重刑的 因為泰國有全世界最嚴格的冒犯君主罪 像是泰國當地有一名男子呢 他就販售了這款黃色小鴨圖案的閱歷 不過大家就發現啦 這個小鴨啊 穿著黃飾的服飾 加上黃色小鴨呢 其實呢是泰國學運的代表物之一 兩者結合之下很難不引發聯想 最後這名男子就因為冒犯泰國王室 損害王室的身譽而被逮捕 最後法院在7號宣佈判處他 兩年的有期徒刑 不過對此人權觀察組織也譴責 泰國政府近年來 根本是利用皇室侮辱的法條 來鎮壓異議人士打擊言論自由 而泰國的人權律師協會也表示 從2020年11月以來呢 泰國至少有233個人 被指控犯下了冒犯君主罪 無論如何民眾前往泰國 最好還要特別留意這些規定 以免物彩地雷惹禍上升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請問下次看